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建志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丽兰 欢迎大家今天一起来推广健康教育 大家看胖我是不是一个可以作为代言人呢 我觉得胖有三种 以我来讲第一个就是从小 就是在一个很胖很开心的家庭长大 我在南门市场还有古亭市场 这两个传统市场里面长大的小孩 我的父母呢他是一个商人 所以他经常在讲 一定要吃饭 吃饭再来做事情 就是我们吃饱了 我们才有力气来做事 家会让一个家庭兴旺 就是从头到尾也没有说受过 那我也觉得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 那到了中年以后我就发觉 奇怪病例越来越多 我减速一下我的病状 我从我的偏头痛 我有高三症 我有眩晕症 我鼻子有严重的过敏 我脊椎曾经病到完全无法站 无法躺 只能躺着而不能够站立 还有就是我的膝盖是有非常严重的 不能够爬山也不能爬楼梯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我又有了高血压 又有了糖尿病 那在去年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一个很严重的 我的糖尿的问题呢 在糖化血色素呢已经严重到 慢慢慢慢我无法控制它 它到了6.2 那6.2就是已经超乎了这个标准 那所以呢 我在一个因缘聚会之下呢 我就找到了博士 那跟博士讨论 他告诉我说 我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逆转的 那我就很怀疑 在我医学的知识里面 我知道它是一个不可能 而且一定要吃药 要按照医生的规矩来吃药 可是呢 在很奇妙的状况 我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 所以我在博士的引导之下 我按照他的方法 我就慢慢的 我这个八十几公斤啊 出现了很好的转机 他往七字头跳 我就觉得这个人是神耶 他怎么可以让我八十几公斤 六十年突然之间 变成了慢慢慢慢瘦下来 他就告诉我 三餐 最少你不要多吃 你吃两餐 然后你就要跑步 我就在想 跑步怎么可能的事情 我不是一个瘦子 我怎么可能跑步 然后再来我的膝盖是有问题的 我万一又坏掉了怎么办 结果后来博士说 这个叫做神仙 神仙的意思就是说 它这个骨头会产生这个问题 我也不太懂 反正他就说我神仙 给我一点爱照 后来我就开始慢慢慢慢去跑步 现在呢 我是七十二公斤 那今天呢 应该是我一个成果的发表 我要跟大家讲 我有什么奇妙的变化 第一个 我的八十四公斤 变成只有七十二公斤 我少了十二公斤 就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 第二个 更厉害的这个糖化血色素 我原来是六点二 我现在是五点五 我是不用吃药 它就是五点五 在一个更令人觉得很欣慰的事情 就是说 它的皮肤居然会变好 头发呢 以前我是大概两三个月 我必须要烫一次 可是我的美容师告诉我说 头发是不需要烫的 而且你现在的发质非常的好 我就在想说 那如果在一个这样的状况下 那是不是就年轻了呢 后来我就发觉 哇 我不仅可以跑 我现在的最大的力量 最大的这个 每小时我可以是跑六公里 也就是说 我的一个小时当中 我可以跑到六公里 是我觉得非常欣慰的事情 因为我们基金会每年呢 都会办一场这个公益的讲座 那今年呢 我就想说 我是不是可以跟博士呢 一起到台大的集思会议中心呢 我们来办一场健康讲座 那我们就在三月十一号那天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请博士呢 来教大家呢 如何的减重 如何的慢性病做逆转 结果我们在YouTube上面呢 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应 那也有非常多的患者呢 他们呢进步的非常的神速 那中间呢 我们也有许多的课程 那课程当中呢 都有博士来推广 来告诉大家 如何来做一个健康管理 如何来吃 如何来做 所以每一个人呢 都几乎已经是一个 营养的一个专家了 那我觉得这一切呢 都是因为博士他的博学 以及他的认同 那带隐了我们大家 所以我们大家才会做一个改变 所以在这么多的一个 长期间的这个患者呢 他变好的状况 让我又产生了另外一个想法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让 更多的见证者呢 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见面 来听听看说 他们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呢 他们是跟博士怎么样合作 怎么样的做法 他到底是怎样才可以变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非常的丰富 我们有四位见证者 从这个糖尿病 从这个肥胖 还有这个洗肾的患者 这个也是非常精彩 还有一个年轻的这个 棒球的这个选手 那我觉得你看 从老人到年轻人 到这个生病的人 到健康的人 他都是非常需要的 那我也听说呢 博士呢 他的家人呢 有这个严重的这个 家族性的这个 遗传性的病史 那我在想说 我们现在最重要时刻 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博士 来为我们大家 一起来分享他的这个 逆转的经验 欢迎博士 这一集的刘医师的秀 这一集的刘医师的秀非常特别 那也有许多的慢性病患者 找上门来寻求一些咨询和帮助 那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 却累积了许多很神奇的转变 很多的逆转的案例开始出现 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说 那可以来找一些 这些被逆转慢性病 多年来吃药的这些病患 他们从这个过程当中 所得到的心得的好转 的脱离药物 减重变瘦变帅 变健康变有精神 变得几乎是焕然一新 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请 这几位见证人来上节目 来献身说法 所以我们今天 非常的期待 非常的兴奋 邀请到我们这些贵宾 不过在我逆转这些疾病的最多的经验 如果以单一疾病来讲的话 我最有经验的是糖尿病的逆转 那我自己也生长在一个具有糖尿病基因的家族 我爸爸我哥哥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有一个第二型糖尿病的算是这个遗传这个家族性的基因 所以我个人是先体验到这个逆转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 有一个使命感要去帮助其他的人也逆转 因为糖尿病呢 到目前为止主流医疗都是检查出来 刚才董事长所说的这个糖化血色素 如果是超标 我们以6个percent来做一个分水岭的话 那这一个数字以上基本上就是得吃药 而且吃一辈子 那医生就会说那就控制吧 吃药控制 那控制这个字 顾名思义就是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治愈的 那能够做什么 就是延缓恶化 延缓这个数字 一直急速升高的速度吧 我们这样讲 那你可能就半年多个零点几 半年多个零点几 吃药吃一吃 吃不行了控制的不好 再加一点药 再加不好再换一些药 一直到后来还是不能控制 那还有什么选择 再来就有胰岛素的注射的选择 那这样看能够加起来拖多久的时间 这个就是大概糖尿病的治疗方式 以及其他慢性病也大概是走这一条路 但是逆转就不是这样的 逆转就是让他发夹弯180度这样 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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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刚才董事长就有描述这个6.2 就开始有危机意识的时候 做一些事情 包括减重 包括跑步 一段时间之后 竟然减了12公斤之后 谈化血色素降到5.5 这个就是一个逆转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用真人真事的方式 来请逆转的案例来诉说他们的故事 比如说减重前减重后 糖尿病前糖尿病后 是过什么样的生活 是怎么样的情况 有的时候是因为肥胖的关系 连睡眠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包括我们可以常见的 从打呼到呼吸中止 稍微也讲一下消化 我太太 我以前105公斤的时候 我太太也没有说 一直嫌我很胖 但是到我后来 捡到我现在的体重的时候 他也说 你也没有什么改变 35公斤没有什么改变 实在是我也服了我老婆 这么的 这么细微的观察 竟然没有改变 那我就问他一件事情 我就说 那以前不是我打呼你都睡不着 那我现在打呼 情况有没有改善 他竟然回答说 你现在已经不打呼了 这样叫做没有改变 如果是这种没有改变 我还是可以接受 所以我要请 这样的几个案例的见证人 他们来诉说 特别要讲出他们的 之前是怎么样 秀出他们的 以前的照片 然后 现在因为真人真是在 现场 那我们再看他的对比 然后再看他 有多大的天壤之别 最后来证明 什么叫做逆转 所以我们第一个贵宾来宾 是卢建宏先生 Ban 我们欢迎他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从高雄来的 我姓卢 明建宏 然后我的英名字叫Ban Ban Lu 你们大家好 然后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 我自己本身 是一个糖尿病患者 然后我是34岁 我就发现我自己有糖尿病 然后一直吃药吃药吃到现在 然后我偶尔在一个机会 在电视TVBS看到刘医师的看板人物 然后我自己就说一直看 看完一遍以后 我觉得说还不是很了解 就问我儿子说 怎么样去找到这个东西可以再看 所以说我就看了YouTube 然后再看了第二次 然后第二次以后 那时候我是因为糖尿病 我听刘医师讲说可以逆转 我觉得说不可思议 因为我们在医生 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跟你讲说 你吃药就是要吃一辈子 这个不会好 所以说我一直看 看完以后 我自己去做 当我自己那时候是 一百一百一十五公斤 然后我自己看完以后 我觉得说 我自己去实行 我自己去实行 对 刘医师他有一本书 叫《笨蛋》 这个这本笨蛋的 是大家都非常的风行 就是看那本书的吗 对对对 那你怎么去买那本书的呢 我是 其实我的学历不高 我只是国中没有毕业的 但是我也没有买过书 这是我第一次去书店买书 然后我问那个小姐说 我跟她讲说 我想买那个笨蛋 然后书名也记不起来 然后她就跟我讲说 是不是什么书 然后我就说对 然后我就去看 然后又找不到 第二次又去的时候 我跟那个小姐讲说 小姐请问刚才那个笨蛋 她又以为说我在骂她 然后就很不好意思 她就直接带我去那边 把书拿给我 拿回去以后 我觉得这本书是我这辈子 第一次看过 从头到尾看完的书 这么精彩 对对对 然后我还介绍很多朋友一起看 因为我都跟他们讲说 这个东西你可以不相信 但是你看到我你不得不信 所以说我是这样子慢慢去接触到刘医师的 然后我就看了以后 很惊讶的是我连香烟我都戒掉了 可是戒烟不是会胖吗 你敢戒吗 我那时候第一个想法是想到说 因为我在家里面抽烟 每个人都反对 包括儿子也反对 他说爸爸你每次都要说戒烟 为什么都戒不掉 那你戒了几次呢 恩变 已经不知道说要戒几遍了 所以说我跟我儿子讲说 爸爸这辈子有没有 很少说让你有看到我有完成的东西 第一个我现在要完成就是要把烟戒掉 然后因为我看了刘医师的书 他上面写说抽烟是很不健康的 而且对你的身体 或者是说你日后我们开始要跑步 要运动的时候 因为我去运动的时候会发现说很喘 但是我现在我不喘 而且那时候我自己这样子 虽然我因为我本身有一点小儿麻痹 所以说刘医师说要跑步 我说蛤要跑步 那你比我还严重 我只是不能走而已 我是对 然后我就想说我就试试看嘛 因为我看刘医师他在影片上 他是至少说要用心跳有没有 要达到140以上 然后就是说要有脑部的一个脑内肥出来 才会有治疗自己的效果 所以说我在健身房的时候 我一定都是就是用爬山的方式 然后慢跑 然后慢慢跑 现在我既然发现说 我已经二十几年没有跑步 竟然现在还可以小跑 但是不是说像你们可以说 我跑的一下子连续跑半小时 我可能跑五分钟十分钟 然后我可能要休息一下 但是休息不是说停下来 但是还是继续用快走的方式这样子 所以说这样子慢慢下来 我现在体重已经是94公斤 哇 然后我现在 我之前去年的话 我糖化血色素是9.3 然后到我今年 我开始 我现在到现在以后 我现在已经是 糖化血色素是5.9 对 哇 真的好厉害 逆战成功啊 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你 你最胖最胖的时候是几公斤 134 好 我们会提供 建宏的这个 相扑选手的照片 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 觉得自己有没有 真的是过胖 然后你穿什么衣服 包括说我这次我觉得说 因为你一直吃药的时候 会变成让你感觉很不舒服 人一上来经常会头痛 有时候又头晕 然后又感觉好像没有吃东西 手会发抖 然后我在看节目的时候 刘医师讲了一句名言 会晕但是不会倒 但是会饿不会死 所以说我觉得说 这个应该是不错 所以说我们亲自去体验以后 才会发现说 慢慢的我现在变帅了 然后反而是我老婆 她会觉得说 哇 你怎么 好像有没有变得不一样这样子 所以说像刘医师刚才讲的 不会打呼 这个他们也有发现 以前是我只要我先睡 全家的人都睡不着 然后我现在可以跟他们一起睡 他们是发现说 你现在完全是没有打呼 而且说我现在我去影响到 我儿子他也想减重 我大儿子也比较胖 他也想要减重 然后就是说我就跟他讲 他以前也不敢说吃像我们这样子吃 我那一天跟刘医师我们去吃 就是吃小牛排 然后就是吃到饱 我儿子说天哪 爸爸你回来会不会胖 但是我们隔天有没有 量了以后真的瘦0.5公斤 对 所以说会越瘦这个部分有没有 我现在相信了 因为你自己去做了以后 你自己去看了以后 你才会去慢慢去实现这个东西 对建宏我记得你那天告诉我说你出国去 结果你的护照好像发生了什么问题 会不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故事 是是 因为我出国的时候 我拿那个护照给那个海关看 结果那个海关看了以后 再回头看我一下 然后再看我的护照 然后再看我一下 他连续看了三次 然后他问我说 你变瘦了 我说你发现了 他原来是偷渡客 对 所以说我 其实他这样跟我讲 他包括说我去新加坡 他们海关也是这样 看了两次以后 因为我不懂英文 他跟我讲英文说 他的意思是说 你确定是上面这个人 然后他可能 我跟他讲说不好意思 因为我怕说在国外 我们不能说太过于说 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我就跟他讲不好意思 我回去会嘛 换一下护照 因为我最近在做减肥 所以真的很精彩 那你的目标 你想要瘦到什么样子呢 因为我目前第一个目标 是要瘦到88公斤 是哦 对对对 那博士你觉得他这个88公斤 就大概指日可待吧 大概要花多久的时间呢 其实建宏跟我认识到现在几个月 大概三个月 三个月 只有三个月时间 最重要的是这个糖化血色素 已经到5.9 所以原来是9点 9.3 9.3 现在是5.9 哇这个 这一个成果 有时候我们要证明的是逆转 当然这个时程 逆转到底需要多少时间 那有的 有的是逆转中嘛 我们可以讲说逆转 在建宏身上 几乎要完成了 90%了 那剩下这个体重再到88 大概就算是一个完成的阶段 所以我们的秀 我们要很忠实的呈现一个案例 他也许还在路上 也许已经完成一段时间 三个月的时间达到这样的成果 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接受 不但是可以接受 因为这样的案例 像建宏这样的案例 在一般 那糖尿病要怎么做 吃药可能越吃越重吧 那现在还有意外的收获 我竟然有书的读者看我的书 第一件事情叫做戒烟 我也有一点 我没有写戒烟的书 但是首先做到戒烟 所以多重逆转 烟也戒掉了 体重也降下来了 牛肉照吃不悟 这种是逆转之后才可以做到的 你如果糖尿病控制好 大家说糖尿病控制不错 结果还是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还是这个要少吃 那个要少吃 现在都不是 真正的逆转之后 它越来越自由 所以我们也屡次证明 吃完一餐豐盛非常高盎时单位的牛肉之后 体重还可以下降 这些事情都是一般在治疗糖尿病的情况 没有听过没有看过 而且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Ban身上我们所有的事情都看见了 而且本来被家人排斥 因为打呼的关系 跟我的经验差不多 那现在融入家庭 家庭的感情生活非常的好 这是附带逆转的福利 这一个所享受到的 所以我们很高兴 有Ban来现身说法 还有我很荣幸成为他第一本 从头看到我的书的作者 这实在是莫大的光荣 也表示本人写的书非常浅显易懂 所以还是 虽然这个语法不是很优美 但是总是达到了这个目的的时候 感到非常的欣慰 那我们也为Ban为建宏感到非常的高兴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秀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也就是两个字逆转 谢谢 建宏我记得你曾经告诉我说 你以前不仅有抽烟的习惯 还有吃槟榔吗 那槟榔对你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因为吃槟榔的话 我会把它戒掉是因为说 我有一次去看牙医师 因为牙医师他跟我讲说 你的牙齿就是太健康 但是太健康以外就是会有牙周病 所以你都没有才注意他 后来他跟我讲说 你是不是有吃槟榔 我说对 我吃很大 然后他说你知道你已经快 那个口腔癌了 因为我的口腔里面就开始有没有 就是口腔癌的前兆就是那个 纤维化嘛 对口腔纤维化 就是可以看这个舌头的部分这边 有点白白的 还有旁边的 还有这边 已经开始他之前是整片都是白白的 像白险这样子 然后是粗糙的 然后现在是慢慢 有没有开始有一点台语叫翻欧 翻欧然后现在有没有开始转有一暗红 暗红就是好像我们好像猪肉 我们那个鲜红色不是比较新鲜 对 我发现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也会慢慢的去改善 而且会感觉你的口腔有没有 像之前有没有 会有那种粗糙的感觉 而且吃东西也比较有味道 对对对 而且现在的话以前是没有什么味道 然后现在包括整个 整个感觉有没有 就是很棒的 我只知道说皮肤会变白变细腻 没想到舌头也会变得幼稀 对 会变得更嫩了 所以它是细胞活化的这种感觉 然后整个人感觉有没有 就是变那种年轻的感觉 好像所以说我现在刚才我在照相时候 有人说阿贝你现在好像很爱照相 我说对 以前我很不喜欢照相 包括说我之前的照片我找不到几张 因为你们看了我之前照片以后 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不想照相 然后现在我每次都问人家说 你看我现在几岁 每个人都跟我讲说 你现在好像看起来四十五岁 四十六岁 我都很大声跟他讲我现在五十一岁 那再请问一下那个关于就是说 博士告诉我们要进食的部分 少吃一餐或怎样 那你是怎么样去做 我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是摩羯座本来就有一点 自虐狂你知道 然后就是非达到这个目标不成 我想说刘医师做得到 我应该也是可以 但是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从我就学刘医师说 礼拜一直吃一餐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受不了 有一点就是饿的时候就赶快去吃 但是不敢吃多 就是吃一个白面包 或者是吃一点青菜 然后礼拜二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没有进食全部 然后我是进食大概 差不多一半的时间的时候 大概十二小时 十六个小时 我刚开始是喝一点牛奶 或者是那个幼肉 但是我现在是可以说 你现在的状况是 我现在是可以 礼拜一跟着刘医师吃一餐 然后晚上再去健身房 然后隔天 隔天那时候是不敢去运动 怕说有没有 跑到一半晕了有没有 然后体重那么重 没有人扛你走的话 是很麻烦的事情 大号的救护者 那我现在就是可以这样 跟着刘医师这样子有没有 就是礼拜二 跟礼拜四是禁食 这个要加主力鼓励 太深厉了 我还要补充一点 就是建宏他之所以可以 逆转的这么成功 有几件他有提出来的重点 他的纪律做得很好 他的戒槟榔戒烟 这都不是一般人随便讲就做得到 所以他的执行力很够 第二个他的认知 他从收集资料 从读书听我的演讲 所收集到的资讯 然后他去实行一段时间 方向非常正确 最后其实要提的是 要让这个糖化血色素最后降到6以下 最后还有一个关键 他有在服用我帮他开的营养处方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 你也许可以跑步 你可以进食 你可以做重训 你可以走在逆转的道路上面 但是最后的一里路 最艰难的 那个要登上顶峰 其实最后还是需要一个最优质的营养的规划 一个营养的处方才做得到 有的时候单单品饮食是做不到 因为他里面的营养 才是逆转糖尿病最后最后的关键 那戒槟也是非常的切实 乖乖的在服用这个营养处方 在配合这所有的事情 导致今天这个成功 是这么样的戏剧性 应该是可以这么形容 所以现在开始拍的照片 真的越拍越帅 越拍越年轻 但是以前的照片弥足珍贵 尤其是136公斤的时候 这个价值连成 所以我们只要这样做这个对比 我们就可以证明 秀出来什么叫做逆转 是 恭喜建宏 我们非常感谢建宏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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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